救護車深夜直奔醫院 新北兩歲男童染疫過世 引起國內關注 染疫兒童腦炎危機 一屆科學界抽絲剝繭 找機轉三種先找到關鍵 最新統計國內兒童重症 累計206例重症 腦炎舊有31例 其中12例死亡 三種疫情期間收治6位腦炎兒童 研究發現共同點 都是帶有全新突變點 K971的新變異株 命名為BA.2.3.7 研究顯示 帶有K971的突變點 讓病毒更容易干擾確診者免疫系統 進而誘發免疫風暴 演變成急性腦炎 全身系統性發炎疾病 會更提醒免疫風暴這件事情 應該是會導致後續的腦症或腦炎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領先全球發現關鍵的是三種臨床病 理科主任張宏生 雖然初步發現可能關鍵 但要繼續和國衛院合作 找出對抗腦炎關鍵武器 因為有這個K97 它會引起就是人體的免疫風暴 所以我們必須要更及時 更快速的給予這個就是單株抗體 然後還有就是說抑制免疫風暴的這個藥物 找到關鍵能更提早對症給藥 降低病情惡化風險 而B1.5高峰來襲 所幸目前沒發現B1.5帶有K971圖片點 但一切繼續緊盯 自己的新聞連呼吸 連遇者三道